台积电法说会带动了台股今年投资大方向 由于台股中最重要最占权重的族群是半导体 这半导体族群中最重量级的又是台积电 台积电又是半导体产业链中最上游的 由此从台积电的法说会可以看出 不单单是台积电这家公司今年的展望 更可以看出整体半导体产业链的展望 那么今年哪些半导体族群是投资人特别可以关注的 他们跟台积电又是什么关系呢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阮木华 首先台积电的法说会释出了整体讯息 告诉市场 今年的全球半导体产业会走出第一名的谷底 预期今年全球半导体成长可以达到10% 台积电本身的成长会在20%到25%之间 目标是年营收成长21% 台积电向来成长是超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 今年也不例外 另外此前库存上升 直到去年第三季达到高峰的台积电 法说会也给出了库存周转天数 明显下降到78.6天的好消息 相较前一季的89.3天 这真的是明显下降 台积电总裁魏泽嘉也表示说 2024年随着IC设计客户的库存去化告一段落 那产业渴望回归健康成长 那这以上都意味着 2024年全球半导体产业重回成长周期 那去库存结束 台积电又迎来了成长期 由此可见 对于2024年的投资 这半导体族群是必不可少的组合 但是半导体产业链很大 从上游的IC设计到晶圆代工 再到下游的封装跟测试 有为数众多的公司 各个环节又有做设备的 做化学的 做气体的 做零组件的 做检测的 那么投资人要关注哪一块才好呢 那我个人认为 台积电法说有几个重点可以关注 第一 从台积电各部门的成长情况来看 智慧型手机部门 去年第四季 季比大幅增长27% 可见手机产业已经走出了 这个产业的谷底 去年手机晶片龙头连发哥 营收跟获利双双衰退 那外资预估今年发哥的营收 有机会成长两成 智慧型手机在AI的功能加持之下 今年开始就进入到 另一波的新的周期了 所以半导体有关手机供应链 尤其值得投资人注意 那当然最值得优先关注的 还是手机晶片的IC设计部门 那其次台积电也表示说 受惠AI HPC应用的发展 先进封装需求非常强劲 尽管今年Coffice产能 会较去年倍增 但是仍然没有办法 满足客户的需求 未来还要继续扩充相关产能 而且看好说Coffice 3D封装 这些部门的业绩 那魏哲家预估说 未来几年由AI驱动的HPC 年营收复合成长 可能高达50% 这个数据还不包括边缘装置 这些部分 那预估AI相关营收 会在2027年占台阶整体营收 大约17%到19% 台阶的法说也透露出 AI成长力道将会是十分强大的 所以这AI的产业链 再加上先进封装设备业 在AI的强大需求推动之下 我觉得也是今年投资上 必须关注的焦点 那再来就是在制程推动上面 台阶今年预计进入2奈米的装机市场 3奈米制程去年下半年 开始进入量产阶段 受惠手机跟HPC的需求贡献 今年3奈米家族的营收贡献 将成长3倍 3倍以上 整体营收比重也从去年的6% 今年会攀升到14%到16% 在3奈米占营收比重上升之下 台积电的平均单位售价已经往上提高了 这有助于巩固台积电的毛利率 目前台积电3奈米的客户 全球仅仅只有苹果一家 预估今年联发科 超微 灰达 这些大厂都可能变成台积电3奈米的客户 高速运算晶片的需求让很强劲 高速运算晶片的界面的IC设计 相关的业者我觉得也会一并受惠成长 所以可以说台积电一家公司 撑起了台湾半导体产业供应链 那俗话说嘛 大树底下好遮阴 只要大树可以茁壮成长 下面的小树小草才能同时向上 但是我个人的观察是 往往小树小草的股价爆发力是最强的 毕竟年轻就是本钱 投投资的角度来看 找到最有成长潜力的小树小草 将会是比较有赚头的 才知道退出你问我答的新企划咯 欢迎观众朋友加入like today的理财官方账号 点击我要提问 留下你的问题 我们会在每集节目的最后随机回答 一位观众朋友的问题哦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也欢迎订阅节目频道 就不会错过芯片咯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周一到周五 like today的理财影音分类准时上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